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们谈到了主战论者和组合论者 考虑问题的不同的立足点和着眼点 也讲到了清政部内部 一部分官员对于理和事 这二者难以兼得的一种 痛苦的一种选择 他们对于理和事的理解上 有很多不同 那么主战论和组合论者 他们到底谁是谁非 赎对赎错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下面我开始讲第五个问题 就讲主战派与组合派 他们主张的这种合理性和局限性 那么如果说要笼统地谈 到底主战论者的这种 主战主张正确呢 还是组合论者就是组合主张正确呢 龙腾回答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 那么我们需要把他们这种主战或者组合的主张 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做具体的分析 那么无论是主战派 还是组合派 他们的主张 我前面讲了 都具有它的合理性 又有它的局限性 那么他们的主战的或者组合的那种 合理性和局限性 在什么方面呢 怎么去认识这问题呢 下面呢 我们还是结合这个中法战争 来具体地做一下分析 我们首先看一下主战论者的 它的主战主张 它有哪些合理性 还有哪些局限性 那么首先第一点 主战论者 从中越之间存在着历史上的中华关系 从这个角度出发 认为中国有圆越抗法的这种必要性 这个从原则上来讲是没有错的 那么也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一个根本利益 那么如果说 从中国和越南 都遭受到了西方列强的这种侵略 有这种共同命运 有这么一种共同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考虑 那么中国出兵 圆越 保翻 抗法 那么就是保家卫国 或者说欲武卫国 那么因此这种主战的主张 它是正确的 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那么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当时的一些主战论者 你比方讲 像汉林院的一个释奖学士 叫做周德润 那么周德润提出来清政府要圆越保翻 他提出来的这种主战主张 不是在对中外的形势做了一种客观的冷静的分析之后 做出的这么一种政治选择了 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基于这么一种考虑 什么考虑呢 就是要恢复清王朝过去的那种中方关系 天子守在四夷的这么一种国家关系格局当中去 什么样的一种旧格局 他希望恢复 就是清王朝 以琉球守东南 琉球这是现在在日本的冲城岛 以琉球守东南 以高丽守东北 高丽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朝鲜 和这个韩国 以高丽守东北 以蒙古守西北 以越南守西南 是希望清王朝重新倒退到以往的 这种中方关系的 天子守在四夷的这么一个旧的国家关系格局当中去 那么这种思想 不但会严重的影响到 新政府把原野抗法的斗争 继续进行下去 真正有效的进行下去 那么同时 它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一个方向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藩关系国家 就是国家之间的中藩关系 它不是中国 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方向 那么这个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 国家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国家关系 这种中藩关系 这种国家关系格局 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 中藩关系必然是要灭亡的一种国家关系 那么这是我讲的 主战论者 他的主战主张的 他的合理性和他的这种局限性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那么主战论者 他们存在一种什么呢 无视 或者说不承认 法强划弱的这么一种客观现实 那么他们没有看到 中外力量对比的悬殊 对于中法战争的最后的结局 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盲目乐观的一种情绪 或者说存在着一定的轻敌的这种倾向 存在轻敌的思想 毛泽东曾经讲过一段话 他主要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说呢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呢 要重视敌人 为什么呢 说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是吧 你才能够有奋起抗争 战胜外国群体者的这种信心 有这种斗志 那么只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是吧 你才能够 是吧 真正的了解自己 真正的了解敌人 真正的知己知彼 使自己呢 能够立于这个不败之地 就是避免呢 因这个轻敌啊 麻痹大意 而导致失败 那么但是 在中法战争当中 这些主战论者 他们无论是在战略上 还是在战术上 都犯有不同程度的 一种轻敌的这么一种错误 那么这个轻敌思想 在中法战争当中 有的时候会导致一个致命的一种失败 一种致命的一种错误 那么中法战争当中的一些主战论者 例如像清流害的这一个舰将张佩伦 那么张佩伦还有其他一些人 他们认为什么呢 认为法不足矩 我义圣法 这法国人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我们很容易可以战胜法国人 故纷纷主战 就是他们主战 是认为法国人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足畏惧 我们很容易战胜法国人 所以说他们主战 那么索宗棠他也讲 说这个清军在越南 之所以遭到失败 并不是清军的力量不够 并非势力之真有不歹 是什么原因呢 是由于清军的武器不好 纪律散漫 他说只要自己能够出师 能够来这个都师 自己出面 都帅救部 带领了自己的救部 就可以战胜法国人 就可以呢 收安难 仍烈风帆 那么索宗棠 在对法问题上 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 这么一种斗争精神 战斗精神 这个当然是很可贵的 那么但是左宗棠 显然对于中法战争 他的残酷性 这种艰巨性 缺乏足够的认识 还是带有一些 这个轻敌的这么一种思想 那么另外一个主战论者 就是梁光总督张之洞 那么张之洞讲 他说我本人主战 和张佩伦等人主战 是迥然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他说 我本人是承认法强华弱的 承认法国势力力量强大 我们这个中国 中华力量比较弱 那么他在强调 这个战争这个事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兵凶战危 对于一个战争 必须要非常慎重 那么正是基于他认为 中法战争之间 是一种法强华弱的 这么一种形式 因此他认为 中国在战争的初期 是初战不能不败 中国在最初肯定会要失败 那么因此他提出来 因为是法强华弱 中国在战争的初期 是不能够不败 因此他提出来 对于对法战争 误在持久 要同法国人打上持久战 那么张之洞的这种 同法国进行持久战的 这种思想 应该说还是正确的 是有他的政治见解的 那么但是张之洞提出来 这种思想 仍然有很多的局限 有什么局限 就是张之洞没有提出来 怎么样能够使法强华弱 转变成华强法弱 最初是法国力量强大 中国力量比较弱 那么他一个什么办法 能够促使中国的力量强大起来 由法强华弱 转变成的华强法弱 没有提出这些具体办法 那么对于中法战争 到底相持多久 那么中国才能够取得战争胜利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估计 他也是过于乐观的 他认为中法之间要相持多久呢 他说中法之间的相持数月 相持几个月 就必然会出现什么呢 法人失老财溃 民怨伤疲 月倒其须 得意其后的形式 什么意思 就说中法之间相持几个月 法国人就是失老财溃 这个军队就没有这士气了 这种财政 这个冰险 这个运输就会发生困难 民怨伤疲 国内人民反战 伤人 也不支持这进行战争 越岛其西 这个越南人 在他的后方 对他进行打击 得意其后 德国人 那么对于这个法国 那么也会进行一些牵制 他说这样相持几个月之后 法必破译 相持几个月 法国人就会失败 那么他还讲 说相持数月 法人既穷力拙 必有变动 相持几个月 法国人的能力很有限 法国内部 必然会出现一些变动 说这个时候 如果清军 称时机机 撑着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机 进行出击 寻日之内 可以敬主法人 敬赴月地 寻日 十天之内 是吧 就可以把法国 从越南赶出去 收复整个越南 那么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 张之洞的这种估计 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那么你说张之洞的这种分析 他并不是在建立在一个 客观的分析了敌我力量 怎么样的彼此嚣张 怎么样的变化 并不是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 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寄希望于法国会出现 失老财溃 民怨伤疲 会出现这种国内外的变动 那么张之洞所希望的 失老财溃 民怨伤疲 能不能够出现 什么时候出现 这都带有很大的 一种未知的这么一种因素 是吧 什么时候出现 能不能出现 实际上呢 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说张之洞 寄希望于相持几个月之后 法国出现一系列的这种变动 带有很大的一种主观的一种空想 在现实生活当中 能不能够实现 那么这还是 很成问题的 那么与主战论者 这种倾机思想相联系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什么呢 他们对于中国方面的实力 估计过高了 过高的估计了中国方面的实力 你比方讲 这些主战论者 一般都是强调 中国有战胜法国的这种实力 何可能 为什么呢 中国的军队的数量 是远远高于法国人的 力量对比 清军是 以重敌寡 会以多胜少 那么在这个中外 这个战争形势上 清军呢 是以一代劳 是吧 是以主巨客 因此他们认为 这个清军呢 是可以战胜法国人的 那么主战论者的这种说法 从理论上说 或者就一般的原则而言 那么它是对的 那么这个对的什么呢 是 在两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 大致相同的情况之下 可以说是以多胜少 是吧 以主巨客 以一代劳 你的胜利的这种 把握性更大 但是如果说 中外力量 或者双方力量 对比悬殊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一定 以多就可以胜少呢 以主一定可以 巨客呢 我想这个问题 恐怕就不是 这么简单的一个 简单的这么一个 议论可以解决的两个问题 所以我想 主战论者 他们提出来的主战主张 有他们的合理性 同时也具有他们的 这种局限性 那么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那么有些主战论者 存在着过分强调 精神力量的 这么一种倾向 过分的强调精神力量 那么这种